一个最新情况就是李远哲出来了 李远哲在2000年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台湾需要有向上提升的力量 那么也支持民进党政党轮替 今天他是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共同出席了民间国事论坛 两个人互动非常的热络 李远哲也公开的说 民众不需要担心政党轮替 造成政策中断国家动荡 政党轮替对于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 是常态 是好事 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讲 双手一握副手牌还没先 蔡英文李远哲出席公开活动 互动热络引联想 李远哲这番话似乎也隐喻台湾需要政党轮替 老百姓如果大家有很好的看法 很觉醒的话 那个政府是老百姓决定的事 在民主社会这是常态 这不是问题 老百姓还重要 我讲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排出任何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所谓的事 我们应该怎么听